哈嘍各位兄弟們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我是老頭 i n o 的美營 而你給 歡迎各位再度回來我的方舟生存進化啦 今天這一集呢 我們要來抓R版的南方巨獸龍哦 哎為了抓這R版的南方巨獸龍呢 老頭上一集 哦 湊了一些這個 生物毒素哦 就為了做強效麻醉針來馴服南方巨獸龍哦 但是 老頭突然想到了一件事情哦 就是為什麼 我不用這個麻醉彈抓就好了呢 老頭明明有裝這個補血槍2.0 居然不用 啊 那一定就會有人過度解讀老頭 就會說 啊老頭是為了要增加遊戲難度啦 讓我們有一個更良好的遊戲體驗 所以說呢 故意不使用2.0的啦 老頭是完全忘記有這把武器 哈哈哈哈 啊不要把老頭想的太太怎樣之類的 老頭只是單純忘記有這把槍你知道嗎 啊 就是怎麼講 不知道為什麼可是太累了 然後就忘記有這把武器了 然後 剛剛在準備要拍的時候 突然想到奇怪 捕捉南方巨獸龍我以前怎麼感覺好像抓的很輕鬆 怎麼現在感覺好像有點難的感覺 啊 突然想到了 原來以前抓都是用這個 2.0的補血槍在捕捉啦 難怪 啊 所以說呢 我們今天這一集啊 抓R版的南方巨獸龍呢 我們就使用這把補血槍 裝上麻醉彈 好不好 這樣子就可以穩妥妥的捕捉了 那勢必要蓋一個捕捉神器嘛 那捕捉神器呢 也是老樣子哦 如果知道的觀眾呢 哦 就不用多去了解了 不知道的觀眾呢 待會看我怎麼放 你就知道怎麼抓了 非常的簡單 啊 所需要的材料就那些啦 好不好 我先來看一下哦 哪裡呢 十字的 十字恐龍門其實就可以了 我看一下我們可不可以做十字恐龍門 大概放放個四個 啊 做四個十字恐龍門 哦 對了 之前呢 我有問觀眾們說 我不懂這個R版的恐龍跟AKS版的恐龍差別在哪裡哦 結果有觀眾回覆我說 說其實R版跟AKS的恐龍呢 他們的素質都是一樣的 哎 然後一樣都是馴服前呢 有60%的減傷跟250的傷害加成哦 但是馴服之後呢 呃 這個減傷有沒有保留不知道啦 但是呢 5% 呃 250的傷害加成變成5%傷害加成 然後血量減少3% 我是不懂這個血量為什麼要減少3% 啊其實我覺得就沒有必要你懂嗎 就是減少這3%也不會影響到你後面點的那個血量啊 我是覺得就有點多餘了 ok 然後再來做一個巨型捕獸甲 哦 有了這些之後呢 就穩妥妥了 各位 啊 待會就帶過去 啊 示範給你們看 這個到底怎麼捕捉啊 可以做那麼多哦 做5個好了 啊 巨型捕獸甲 困住大型動物 啊 這個做完之後我們就可以準備出發了 然後呢 魷魚老頭哦 之前有重置這個地圖的野生生物 我不知道現在有沒有看一下 我收看看 啊 有一隻 我看到了 這邊有總共有一隻個一樣嘛 就跟之前那個火山洞窟一樣嘛 就會出固定出一隻嘛 那還好有出一隻 那我看一下一般的南方有沒有 找到了 在這裡 哎南方這也有刷新 哎 哦 他的南方是 算在R版的南方巨獸龍哦 哦 所以說如果你直接收南方巨獸龍 他也會出一個R版的就是了 我記得好像這邊也會有一隻的樣子啊 哦 就是會有兩三隻南方巨獸 數量極為稀少啊 ok 我們先選取哦 待會直接飛過去 這座水泥挺麻煩的就是了 三十個就可以做了吧 三十個就可以做了吧 ok 做完一把了 可以做三十三發 好爽哦 能越做越多吧 反正這個平均射十發 他就醒來 啊 他就暈倒了 不是醒來 他就暈倒了 不知道這一隻R版是什麼樣的顏色哦 因為我有刷新過了 上次好像是綠色嘛 是不是 這一次勒 哎呦白色哦 哇賽 怎麼覺得有點帥啊 從這高處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 哇 這怎樣 這個R版的也太帥了吧 是這樣 斑馬是不是 斑馬南方巨獸龍 哎他是黑白配 還有配灰色哎 哇這是各種組合 我覺得蠻屌的 不過我不可能這麼近嗎 哎 這個角度其實是可以射他 需要補 需要補多神器嗎 還是示範給各位看一下好了 所以我的那個材料都已經準備好了 對不對 就現場示範吧 看我會不會成功啊 應該是這樣沒有錯吧 好 這樣子 哦 這樣子 這邊呢 就可以放個 放多一點啊 哎 我的這個巨獸門是不是 放太寬了 是不是 撿起來 還好可以撿 就這樣 這樣我覺得應該就可以了 好啦 直接把他引誘過來 在前面有沒有看到 hello 我怎麼不動了 咬他一下 他生氣他生氣了 這個角度要對好一點 哎 大哥啊動一下 你 你的大腿好不好 我怎麼感覺他好像不爽 不想不想甩我啊 哎呦哦 靠腰咧咬到了啦 超痛的 哇 你怎麼跑去咬別隻啊 你白痴哦 來這裡我很好咬快 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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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這樣放 這樣夠寬了吧 再一次我就不相信 南方哥哥您好 快點 來跟我玩 哎呦 有有有他生氣 他生氣了 跟南方帥啊 這個 然後讓他轉個彎 啊咬到了 還好 不是這麼的痛 哎呀 哎呦有動有動有動 有了嗎 有了 哦好痛 很痛 好 然後 完成 嘿嘿想咬我啊 你不要去找死 你不要去找死好不好 現在是捕捉時間 好這個時候呢 你想要用你的 麻醉劍呢 或者是麻醉標 或者是高效麻醉針 或者是我們的暈眩彈 通通都可以 好 因為他這個建築物 基本上他是咬不爆的啦 嘿 因為我們這個建築物呢 我記得好像有 至少一萬多滴血 在他暈倒之前 我們應該都是可以 直接把他捕捉完成啊 好 這點應該是可以不用太擔心 好不好 這什麼東西啊 怎麼會有這個乳蟲啊 被燒掉的乳蟲是嗎 這可以敲嗎 敲一下 哎呦 哦 直接拿現成的 現成的死亡乳蟲腳 那我們下一集來抓螳螂好了啊 呵呵 這下各位你們誰廢了沒 倒地了有沒有看見 倒地了 咬他 為什麼我卡住了啊 嗯 629 629 哦 以後就叫你斑馬巨獸龍好了 好不好 斑馬巨獸龍是你 629傷害嘛 我們來看一下點一點攻擊力 加多少的量啊 ok 咬一下 剛剛是629嗎 8524 是吧 啊 再點一下攻擊力 血量 哎 血量的征服好少哦 點下去才加 幾十而已哎 哦 這個耐力的這個成長倍率也是低的可憐 移動速度更不用講了吧 連一都不到 看來也只有負重跟攻擊可以提升了 現在被消的這樣這慘不忍睹哎 對啊 他堂堂一隻南方巨獸龍被消了大概 百分之八十吧 然後走路三不五十喘一下這樣子 這像話嗎 超級不像話的哎 好等下又要沒體力了 然後回體力又要一段時間 啊我在這邊徵求各位啊 有沒有那一種 可以恢復 啊 就是南方被削弱的這個模組 然後又有x版本跟r版本的 請你把他交出來讓我知道 好不好 我想要抓很帥的南方 但是能力不要削弱的 麻煩各位了 如果你們有這個模組的話 提供給我 嗯 好不好 好啦 這就是今天本集的內容啊 希望大家會喜歡 一樣如果喜歡這個系列 左下角的訂閱 右下角的喜歡下方留言 我是老頭 我們下集方舟生存精華 再見了 下集 拜拜 拜拜 拜拜